小朋友的肌膚是非常的嬌嫩 可能稍微有一點點不注意 說有可能出現肝癢或是疹痣的問題 還會影響小孩子的睡眠狀態 對於爸爸媽媽來講 晚上睡得好就是上天堂 那如果是睡不好 真的是全家都一起失眠 小朋友晚上睡不好的時候 如果真的找不到任何的原因 建議各位可以嘗試看看 使用身體乳在小朋友身上 輕輕的按摩讓他們放鬆 要如何選擇一款安全並且有效的產品 來呵護小孩子的肌膚呢 那這個課題就真的非常重要囉 這款的乳液之地是非常的輕盈不黏膩 很快就可以吸收了 它有淡淡的檸檬草香味 是聞起來非常的療癒 而且聞起來是非常舒服放鬆的 並且可以用在全身 尤其是肌膚比較乾燥或是敏感的地方 讓肌膚可以及時的擁有舒緩和長效保濕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朋友 都可以一起享受這款產品 帶來給你的溫和保護 長效修護精華乳液 它這款在韓國是非常的熱銷哦 而且還有很多的韓國團媽指定開款呢 由韓國皮膚科醫生來研製 專門為膚況不穩定 乾燥敏弱肌的問題所研發的 裡面有月見草油、神經吸胺 還有茯苓等 這些都可以保護肌膚 滋養肌膚的成分 月見草油針對肌膚有很好的修復力 神經吸胺能強化保濕力 茯苓萃萃取精華可以提供給肌膚營養和保濕 所以非常適合給一些小朋友啊 肌膚是比較脆弱 還有比較敏感的一起使用哦 其實我想要推薦給大家這一罐 最主要原因不只有這樣 因為它還有通過了非常嚴格的測試 代表這個產品在大人使用 還有小朋友使用上面都是非常安全的 使用了一段時間之後啊 我發現啊 肌膚的狀況明顯有改善 尤其是天氣啊 又濕又熱 都會在室內吹冷氣 有時候到戶外去曬太陽這樣子 忽冷忽熱的狀態之下呢 其實肌膚的狀況是非常容易變得不穩定 其實我們大人自己的肌膚狀況 都已經不穩定的狀態下 其實小朋友 他們那種比較敏感脆弱的肌膚呢 其實會比我們大人更容易反應出來 這款乳液我是真的非常的推薦給各位家長哦 來自韓國皮膚專科診所推薦的 現在不需要出國 不需要特別到韓國 在台灣呢 也可以買到它囉 讓你和你的寶貝一起享受肌膚的呵護 不再為肌膚的問題來煩惱了 擁有健康光滑肌膚就是這麼簡單 我是Niko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隨時可以獲得親子護理的最新資訊哦 記得按讚跟分享給你身旁需要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再見哦 拜拜